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同修的业障 同修这几杯 同修要问他的儿子 1986年属虎的 看到了 讲吧 想问他什么地方啊 想问工作 我告诉你 他这个儿子啊 他这个儿子啊 脾气怪怪的 脾气不好 对 而且 他这个儿子喜欢 钻牛角尖 钻进去了 出不来 想一个问题 想不通 一直在想啊 想啊 想啊 他说他的工作不顺利啊 不是 我是说他先说他的毛病 听得懂吗 然后再讲到他的生活 他不是没有工作 我看他有过一个工作 干的时间还比较长 你干吗 他说他的儿子呢 长大比他好看 然后呢 他的儿子呢 在单位里啊 喜欢呢 眼睛呢 左看右看 然后呢 翻译就比较累了 然后呢 看了不该看的东西了 所以老板突然之间对他不开心 你告诉他 叫他以后在单位里 老老实实 眼睛不要放电 听得懂吗 因为他这个儿子跟妈妈 上辈子是个老情人 所以很爱他的妈妈 嘿嘿嘿 他的妈妈从小不放他的 喜欢他 儿子喜欢得来不得了 我告诉你们 前世的因果呀 都是前世的因果呀 这个妈妈为了他 为了他这个儿子啊 跟他爸爸都搞得那个 淒哩哗啦 对 对 讲啊 怎么不讲对了 我对到你了 那应该怎么样的解决呢 师傅 念姐节奏 你看他一讲到他儿子 他嗲的嘞 就像个少女一样 你们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了 前世的冤姐 前世是夫妻呀 好的嘞 从小生出来就爱他 爱的嘞 不得了的 很多妈妈跟儿子 都是前世的夫妻呀 看看表情来了啊 头低下来了 看见吗 不好意思了 看见吗 这个就不要翻译了呀 那需要念小房子吗 师傅 要 他想念65张 好的 他相信不相信 台长再讲一点 让他相信一下 他就知道了 他要他好好念经 他生他这个儿子的时候啊 有一点难产 反正 哎呀 炉再让连这个都看得出来啊 好了 放生需要多少条鱼呢 放生倒是不多 350条 好吗 好的师父 感恩师父 你叫他跟儿子多念点解节奏 好吧 好的师父 然后他儿子呢 会对他很好 明白了吗 要屌了 要屌了 他还有问题吗 好了没有问题了 好好念经 谢谢 好